字幕志 guilt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建築 Baran 欢迎大家收看《开来见我》 我们一小时节目都会涉牵很多不同的题材 通常我和去晶就会输了政治和生活 上个礼拜开始试着失 lig点的哲学 進去 反應都不錯 是不是 我們叫膽敢拋書包 因為收回來的意見 有時候都是一種互動的關係 而這種互動的關係 我覺得正正就是今晚的課題 就是說網絡世界現在的發展 和傳媒的關聯是怎樣 其中一樣 因為英國大選 都是大家關心的課題 這個星期 其中一樣 選完之後 可能會扔下鹹水海 做了很多的功夫 都有機會浪費的 就是年頭的時候 都還是文翠先生 還在手上的時候 其實就大力推薦一件事 就叫做網絡傷害白皮書的公眾資訊 這個網絡傷害就有很多層次 包括大家如果記得 就是有一個紐西蘭的直播槍擊案 播放一些非常暴力的片段 對於英國人來說 就是有一些網絡的人 他可能是戀童的 或者播放一些 令到小朋友自殘 甚至自殺的一些內容 令到英國全國震動 去到美國又另一件事 網絡傷害就是 普京還打算搞我們的選舉 搞到什麼時候 我們的民主制度 已經被你搞到殘殺了 就是那個是一種 對於整個政治制度的傷害 英國人就 今次又在這裡 文翠先生想著快要走 就在這裡 在這裡認真 他說 英國政府就是全世界 第一個政府 夠膽出一份這樣的白皮書 去做一個全面的政策監管框架 去看網絡的制度 一出其實都挺震動到 那個互聯網世界的 你只要想像一下 如果這件事在香港出現 連燈會怎麼吵到拆掉 你就知道了 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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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英國人就是這樣去做 當然你想想文翠先生 又已經不再在手上了 接下來的大選 不知道會是怎樣 加上你約翰上 其實都是跟互聯網世界 是很緊密的連繫 那會不會這個所謂online harms 網絡上的傷害 這份白皮書 最後又要扔掉下咸水海呢 都是全世界現在盯著的 因為畢竟都是全世界第一份 是 沒錯 黃永 這個就經常有人說 我自己都有這樣的觀點 就是 當然怎樣找到一個平衡 就是內地給香港的公民社會 全面去發育 然後透過發育 無論你那個所謂家庭背景是怎樣 你的遺傳基因是怎樣 你吸收的營養是怎樣 你充分發育了之後 你會達至一個新的平衡 現在很喜歡很多東西 就按住按住 很多你叫少年法西斯也好 或者叫青春時期的躁動也好 都在 其實為什麼英國會這樣想 或者這樣做呢 其實跟他們去理解自由 跟我們很大不同 或者香港相當多的人 去理解民主和自由 很不同都是相關的 就是其實一般來說 我們在英國說民主 自由法治這些 主要都是透過法律的一個規定 以及對於公眾 對於法律的理解 其實是一套行事的準則 其實說說民主和自由 都很有趣 英國其實主要是一種責任 或者主要是一種規範 英國人什麼都規行舉報 法治社會 沒錯 啟發治社會之上 我們就開拓民主和自由 那不是每一個人士都有這樣的必要 或者這樣的經歷 在周遲小弟和Vincent 在英國生活過 但是在香港 你都知道的 以前尤其是殖民時代 英國人喜歡去填形式 是吧 他一樣東西要填多少張形式 你就會知道他 將所有的行為準則去規範化 其實是他們討論民主和自由的根本 所以你用一件事情去延伸 剛才你說的網絡世界 你熟悉英國人的很容易理解 他一定會想 網上有什麼事情我們應該做 什麼事情不應該做 有什麼事情會傷害人 有什麼事情會不傷害人 一些不應該做和傷害人的事情 我們會怎麼處理呢 他們對於自由和權利的理解就是這樣 所以在英國的社會 無論民主也好 或者自由也好 永遠和我們想像 或者浪漫化了那種的 或者放任那種 其實是完全兩回事 但是這個就變成 我們在香港有時候 跌入了一個矛盾位 這個差遠一格說的 第一就是 形式那樣東西 去到終極變成什麼呢 就變成我們的官僚制度 官僚制度最厲害就是填表 他們就是一個表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就忘記了民間的力量 因為始終我們說 資本主義社會 它除了形式之外 還有一種fluidity 另外一個F 那個流動性 那個變化 那個flexibility 你剛才說的形式 就不只是一份表格 是一種形式 是的 由形式變成流動 變成液體 是的 那個流動又 這樣就變水了 這樣就出事了 所以我們說的一個民主制度 就是說 你一定要有兩種東西 那個法治 那個法律 那個根據是什麼 一個是餡 一個是框架 但是這些人他們要什麼 你怎麼可以變化 怎麼作為一個容器 你塞住他們 那個就是那個關聯 但是網絡現在就是說 你塞什麼 我們一向都到處飛 網絡不是一個液體 網絡是一個海洋 你不要打算塞住我 所以英國人就說 如果 但是你說的海洋說 其實是 我想是一部分 可能相當多部分 香港網民的看法 如果你問我 或者你問英國人的話 我覺得他們不是這樣看的 所以你看到有時候 有時候英國政治人物 或者政客 他是用另一個方法說 是 他又不激怒你 因為他現在做諮詢而已 那我們是不是都應該 愛護這個海洋呢 我們有沒有一個 Duty of care呢 不要扔廢家進去 是的 不要製造微數家進去 Duty of care 就是一個普通法的概念 一個普通法的概念 就是 有沒有一個謹慎的責任 Care 可能是一個關懷 但是一般可能 亦做謹慎的責任 或者你在意其他人 是的 即是你網絡上 有其他人 你轉載了一些東西 傷害了其他人 其實你有沒有責任 你的責任去到哪裡 你是不是 那你倒那麼大個圈 看香港某些人眼中 是的 你倒那麼大個圈 你不就是要管我 所以說到那個管 我們現在就跌入了一個位 他的意思就是說 除了政府要管你 有沒有一些東西 你是可以有效地自我監管 因為譬如 那個自我的我 是誰 這個就是關鍵問題 其中一個定義 就是過去 其實就沒有所謂 那個自我的我 是誰 是的 只是說 回去就是 那個版權持有人 即是內容提供者 是 那那個是IP 即是智慧產權 是的 以往就停留在那裡 但是你知道現在社交網絡了 面書不用做很多自己的事 他絕大部分都是別人的事 對 改了一點 甚至乎是你擺上去 我怎麼知道 那個責任不在我身上 現在 播兩天我們問一下李遵 他是否這樣做 哈哈哈哈 我們那個OTT是否這樣做 那現在那個 所謂Duty of Care 就是說 我們需要不需要將那個 謹慎或者關懷 社會的責任 擺進去 這些所謂Intermediaries 這些中間的 包括社交網絡平台 包括這個 這個平台 互聯服務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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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在體有沒有一個關懷的責任 這個就是一個 如果英國真的 最後選舉員推這件事 真的影響全世界 這件事就很有意思 第一件事 又是說回邏輯問題 第一個 你認不認為應該有這個監管者 因為如果你沒有監管者 就沒有所謂Duty of Care 沒有什麼說不謹慎 在不在意其他人 水就是水 是的 海就是海 誰管我 沒有人管的 對不對 這個是第一 英國人就回答你 當然應該要管 就是這樣 因為有人 他覺得 海如果沒有人 其實就不用搞的 是的 但現在你有人推人到海 你現在有人污染過海洋 那是不是互聯網這個海洋 是需要有某程度的關懷 而過去沒有人敢管過海的 英國人就嘗試問 如果我們真的想管 我們應該把條線畫在哪裡 你看到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現在會涼一點 但通常我們在英國 譬如十月或者之前 他除了說超級熱 以前我考試的時候 六月底噴電的時候 天氣很好的時候 你知道英國 倫敦 不是經常英國 你可以去很多公園 那些公園就是 你看到清一色的 那些座椅 一定是紅白藍的 紅色藍色的 白色的款式完全是一樣的 你走過去不可以亂坐 你要付錢 五磅就五磅 一磅就一磅 不便宜的 都好幾十元 那這個就是英國人的特色 我有草地在這裡 你覺得非常寫意 你想在這裡攢 攢 攢英國人覺得 這樣不得體 那我鋪張席 鋪張席又很凌亂的 我放些椅子在這裡 那你給一點錢 那錢當然不是政府收的 很多是所謂給優惠 所以其實它是有這種管的觀念 如果管的話 那很簡單 那一定是管那個平台的 因為如果你管個人的話 你怎麼管 你真的太有智慧 因為去到最後 我覺得所謂要引入 一個duty of care的 就是普通法概念 一個謹慎的概念 其實是讓那些受傷害的人 有得告而已 就是告你negligence 告你疏忽 那你告回去疏忽 你可以拿回一個賠償的 你就不會經常動 政府叫政府 你管好互聯網 因為政府就說 我現在弄了一個平台給你告 那你告 拿回錢 你就不用犯我了 歡迎繼續收看《開來見我》 今天繼續有兩位嘉賓 就是來自Time Action的 Fionn和艾雪兒 講一下他們的慈善組織 上一集也講到 就說你們的嘉賓 很多都是社會言大 有些其實都是明星來的 譬如你說有方力申 有曾俊華 如果去到這麼出名的人 會不會很快的人 就去他的聲音 做了十個小時的義工 就先霸佔一個位置和吃飯 我相信也會 有些出名的 第一天就爆了 然後有等級的 是 是的 幫你生那些 反而少了他的粉絲 不知道 因為我們的群組 都是 那些追蹤 平時跟我們 都不是跟明星那些 是 真的想跟他學 比如說游泳 或者做善事那些 明白 你們那個程序是 你們首先是有個網站 或者是有個Facebook 上面我是可以 我要是申請了 譬如我要先進了會 還是 起碼先讚好 對 還是 譬如我有沒有一個 譬如會員認證的一個資格 然後 還是我進了會 或者我是 或者我追蹤了 然後我有活動 譬如你將有個名字 我就先填了表 我就先申請了 然後 整個流程會是怎樣的 其實去到我們的網站 好像一個Gmail帳號 你總之 創造了一個帳號 然後之後 其實你本身 一去我們網站 你都會看到 有什麼話題 如果你要報名 你就創造了一個帳號 然後就去申請 你申請的時候 你還要說 為什麼你可能想 跟方力申見 你有什麼問題 想跟他說 然後 要寫多長 幾個不是很長 很長 總之我簡單 要解釋 為什麼我這麼想見方力申 除了他超級漂亮 游泳很快之外 就是要有一些 實質一點的理由 然後呢 你填了一個理由 是的 填了你的理由 之後我們就會確認 收了你的application 就會說 好了 你現在有兩三個月 去做你的移工時數 我也有兩三個月 對 你真的不用一天做完 但不是 因為我要霸位 要霸位 就要快點做 可能一天做完 我真的有兩三個月 可能讓他做完 那十個小時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做完那十個小時 我們都會確認 你是不是真的做了那十個小時 是 那 那就OK 其實你確認了 之後 一星期前 我們就會跟你說 你在哪裡吃飯 在哪裡見面 就是很簡單的 整個過程 是 但是 Fionne 這裡就有個問題 就是不會真的 第一不會這麼適合 譬如我當 我開十五個位 不會真的這麼適合 十五個位 就沒有多沒有少 就是這樣的人報的 而且又不會說 報了名就做得完 你知道香港很多 驚人的事情 譬如我不是不想做 但我上班那間大學 整間被人燒了 那些很多這樣的變數 所以我意思是說 就是剛才我已經想到一個情景 一個情況就是 我報了名 我真的很想去 第一 我真的做不完 那十個小時 雖然十個小時你以為不多 但是真的做不完 或者有其他原因 那怎樣退上退下 譬如我不可以說 一開始就可以了 你頭四十個人 就全部幫我做完了 他做完了 他有一個合理期望之後 是吧 那我心想做了十個小時 甚至我做了一百個小時 那真的不能讓我見面 那這件事是怎樣去平衡 你又想每次不要浪費了個機會 又有這麼多個人 但反過來又 總有很多意外 他做到做不到 這件事是怎樣平衡的呢 是的 也會有些人做不到 因為尤其最近 畢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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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會像舊舊的 會多賣一點點 通常都有幾個人做不完 可能之後就會 即是等待的那些朋友 他就知道 譬如我做完這十個小時 我都未必可以見到黃秋生 或者未必可以見到張珍珍 即是他們自己報名的時候 已經知道 但是那怎麼辦呢 他做完那十個小時 當然我們不是很想太等價交換 就像你做了多少就可以換多少 就是我們的初衷 但是做完 做完那十個小時 他除了說 恭喜你 你是一個很好的義工之外 會不會有某些東西 因為始終是做完的 講得明白 有限的 有沒有什麼東西會怎樣的呢 還是就這樣 由得他們 下次請早 會是怎樣的 可能有時候如果差一兩個位 我們也有時候會電郵一個 說我們有多一兩個人 真的很想見你 可不可以加多一兩個位 都可以的 那或者如果有時候真的太悶 我們真的可能已經二十個人 爆了 我們就會說 其實也有很多其他講師 他們都會很樂意去見其他人 是 所以Aox 我覺得他們兩個 真是入錯行 又不應該做銀行 又不應該做商業 你不要他們兩個做銀行 其實我們… 和銀行做公關 做公關 不是啦 高級的銀行和公關 最厲害就是這個 你進去 譬如進去 進去那間日本的高級生果 明明你來買蜜瓜 對吧 我覺得 很傻的 也不是蜜瓜季節 當然是銷肚 肚子 肚子很漂亮 這件事是… 我自己也有經營過 社會 現在正在做社記 其實這件事是最難的 難了是什麼呢 坦白說 如果你是商業的客人 我逐點說 你度假就度假 你不度假就不要煩我 或者那件事我做到就做到 我做不到就說一聲不好意思 但因為這些事你不可以用金錢 或者物質去衡量 你怎樣又… 我又不想臨色了你的熱情 不想臨色了你的 passion 是不是 你比 passion fruit 我當然不可以臨色你 但同一時間又要有公道 其實我們做過 在香港做過慈善 或者社記的人 在公道和人情中間 你去平衡 其實是很難很難的一件事 譬如是… 但會不會有些嘉賓 或者是一些參與做了義工的人 本來他很期待 我做完之後 就可以跟許晶吃飯 但幸好許晶那個已經敷了 不好意思 許晶就滿了 不如你介不介意跟李章吃飯 他說 搞錯不是吧 跟李章我不介意 這麼棒 搞錯你這麼棒 會不會有人生氣了 或者生氣了你們 被生氣了你們 很少 可能試過一點 是嗎 但是 我們都可能 盡量會提供 就是說如果一有人 就給你一個位置 但是 他也是很… 可能也是很想去 我們都… 其實有些很流行的講師 我們都會叫他 夏天再回來 他一年都是捐少許時間給我們 是 我們也聽了Fiona和雪兒說很多 我們怎麼去組織 我們有這樣的講師 這樣的講師 然後你們就來 反過來 因為也做了五年 其實你也看得到 我覺得那些義工的變化 也很有趣 想請教一下Fion 這些義工 第一就是 有沒有大概是什麼年紀 或者會不會說 一開始我們去推廣 譬如你說 我們傻珠珠 在學校裡有個樂隊 學校當然你當是十幾二十歲 就很少 好像許晶一樣 大叔走過去 會不會也看到他們的年齡上 背景上有些變化 第二就是他們想做 或者他們願意做的一些義務工作 會不會也有一些變化 你這四五年也觀察到 Fiona 怎麼看 年齡層 因為剛開始我們去大學多 因為容易去聚集 在同一個位置 但是其實這幾年 是多了在工作的人 可能現在六七成 都是在工作的人 反而你在工作 你會發覺 我不喜歡自己的工作 或者我真的想學習 其實那些機會比較少 大學其實還有很多機會 讓你學習 你說有看到什麼變化 義工那些 其實我們 就是義工 是去很多不同的協議做的 但是反而我有時候 很感動 就是看到 譬如有個銀行員 他分享 因為時間那時候 他去了做義工 可能幫助一些老人家 或者一些隱藏的小朋友 他來我們回去 可能他本身覺得 是很高高在想的人 聽到他的心路歷程 以及中間的挫折 他發覺 因為這兩個經驗 他發覺 其實每一個人都是一樣 其實你 你覺得很慘的人 他也有他很開心 他也有他挫折 反而你覺得很成功的人 其實也沒有一樣 所以其實他開始 就 對每一個人都一樣了 可能清潔嬸嬸 他也會說你好 對 那他個人就變成這樣看東西 明白 即是改變了人生 是的 Oscar 我也很喜歡聽那些成功人士的挫折 我自己的心情 平衡了很多 不過Fianne說 Exactly 無論我自己做義工 或者我們自己推進的慈善組織 其實也是 其實 正如我之前 或者上一集也有說 你不要猜到你去那裡 你會得到什麼 或者我用什麼去緩 但是 往往 誰得到誰失去 或者你得到什麼失去什麼 一定你是猜不到的 不是往往 你一定是猜不到的 像剛才的故事說的 就是這樣 我打算我去服務某些人 等等 但其實他令到我的改變 像Oscar所說的 那件事很正面 也問一問雪兒 就是說 那你自己呢 你又要看到那些聲音 他們所謂給到的東西 他們送給的東西 但反過來又是 你都見到一些義工的變化 你現在都還是在公餘時間去參與 你覺得你自己 由一開始做這件事 到今天 你自己的變化 或者你對這件事 那個Time Auction的看法 有什麼變化 我覺得 一開始做的時候 只不過覺得一個挺好的idea 去試一下 但我覺得越來越做 可能現在做了五年了 我看到這麼多 有四百個dinner 有可能幾千個volunteer 我就覺得 其實我發現 很多人都很相信這個idea 或者很多人其實都想去give back 同時 他們都自己在追求某些東西 我就覺得這個理念 是可以好像much bigger than us 我希望他自己 可能有一個movement 可以telex自己去run 明白 那就學 雪兒和Fianne 就說了 就像看到這個小朋友都五歲 就離開幼稚園 就快進入小學了 下一步可以怎麼走呢 我們回來再請教他們兩位 好 回來節目時間 上一次也說到你們的寶寶 都五歲了 這個time auction 下一步是否想著 還有你們都已經有些海外的分支 開始散業 下一步在香港會怎麼做呢 還有很多是否都四百個嘉賓來吃飯 會不會開始越來越難找嘉賓 或者其實容易了很多呢 我想有些人都會說 你會不會找到這麼多人 你遲早都要run out 但其實我覺得香港有很多很inspiring的人 就是航行出狀元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講師本身 就是多一些商業界的 因為他們習慣了分享 其實開始有運動員 開始有廚師 開始會有可能明星 這樣不同 都真的想讓年輕人看到 他們其實有很多道路 是可以進行都可以好成功 你說之後香港怎麼發展 因為之前有說過一點 我發覺其實我們存在那群社群 都是很有心和有力的人 就想可以聯繫他們 跟一些多一點的商業 讓他們可以其實做義工 都找到一些最價值得到 最價值得到他們的機會 就是好像有一個資料 他們已經是有一個義工的資料 以後可以你們再找回 你們再找回 在資料庫裡面找一些配對 是嗎 是 因為我覺得 我們就是組了一個很好的社群 其實我們一開始做 很多人都會跟我們說 我們做義工可能就是吃飯 可能他們會說 其實你真的想再做什麼 我們其實自己都在找這個方向 但是我們慢慢逐漸就發現 我們就慢慢開始幫一些商業 找一些參與者 我們就發現 其實我們一貼在社群社群 我們是真的可能有十個人 來回答我們 或者給他們自己的商業 他們找不到這麼多參與者 那我們就逐漸看到 其實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是真的有些事情 我們可以去更深入地去做 我們接下來在香港 我覺得我們就是在走這個方向 更多 明白 那在這裡就 即我們上一集也有提到 就是那個 Happy Problems 是嗎 快樂的問題 有些很開心的問題 就是說 好像一直這樣去 當然也有解決很多問題 但是沒有一些很難跨越的障礙 這些所謂的障礙 但是另外一方面 其實我們經常都害怕 一件事 譬如我做了五年 四年 或者我自己年紀再大 有些事業我做了超過十年 有時我會忽然之間回頭 我大兒子經常都問我這件事 為何爸爸你十年前 他見到你做這件事 為何再十年前 你又做另外一件事 為何你又要轉換另一件事 其實其中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有一天忽然之間 睡醒你會覺得 其實十年前我想做這件事的時候 不是說我這刻成不成功 是我做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我的目的不是這樣的 但十年後 其實是社會說 我會說手指你去做成功 但你會發現其實那個不是我 剛才你們說的 有一個問題在這裡 譬如我說 我做那個所謂的 午餐也好 午餐也好 總之那個聚餐 那件事成功 對吧 也越來越多人去做義工 但是會有一個 我覺得很自然的問題 就是我怎樣去判斷 因為我的聚餐越成功 或者我們所謂的 經驗越成功 我越難去猜那個人 究竟是有多想見他 見某軍 或者某女士 還是他真的很想去做義工 當然不排除 兩樣東西都有 那兩樣東西都有 那些人就說 那兩樣東西都有 都沒有關係 他是不是都會做義工 不會有人多了做義工 我意思是說 我剛才聽到 有很多 譬如我們可以做 混合和合 有很多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能力 不同的知識 可以做不同的義工 亦都支援到不同的慈善基金 不同的慈善基金 因為聽到那些很有價值 但只是你們計算以外的東西 但是當初你們做的時候 就是說想鼓勵那些人做義工 會不會現在反過來 吸引了那些人去參與那個聚餐 但是做義工那裡 你會不會有懷疑過 其實他是不是真心做的 或者其實他是不是客氣做的 總是有兩批人的 那你們怎樣去 有沒有問過自己這個問題 其實那兩件事都重要 其實剛開始 我們想多一些人做義工 這個一直都是 做現在一定是真的 另一件事就是 那些人來吃飯 其實有些人未來過 你知道是關聯絡 交換卡片 事務機會 其實你來過就知道 其實完全不關這件事 其實來那些人 我們為什麼做這樣的所謂飯局 其實我們的原意就是因為 現在其實你所有資訊 在Google你都找到 但是你怎樣去… 即你的態度 或者你的態度 或者你的態度 那些東西是最寶貴的 我可以學到的 所以我覺得在我們的 客人那裡學到的 就是這些東西 可能你… 每個人都知道要勤力 你失敗不要放棄 但可能真的到一個 你認識的人 發覺原來我二十多歲很迷惘 那時候 他二十多歲都很迷惘 但他現在這麼成功 他的錯誌和我差不多 其實可能我的看法會不同 對自己之後那條路 所以我想 這個心路歷程的分享 是很重要的 我的一個派 我想你剛才說 就是可能你說 那些人做義工 是不是真的有心去做義工 那我… 其實我覺得無所謂的 就是我覺得那個項目是好 但 whether你是真心去做義工 或者你是因為想吃的真飯去做義工 我覺得這個角度 你也是做了一些好的事 那可能Along the way 你就會… 其實你做了義工 你自己得取一些東西 但是你都沒有預期過 那我覺得就是… 可能剛才之前Fianne 分享一個故事 就是Exactly就是這樣 明白 其實我覺得你們 時間行程 聽下去有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 當然就是推動了這個義工運動 令多了人去做義工 另外就是很多人 從這個飯局 或者是做義工過程裡面 就個人好像變好了 譬如你說突然間那些人 做完義工之後 對一些清潔傘傘的禮貌也好些 或者他聽完一些故事之後 可能真的改變了人生 可能他真的已經面對很大的困難 他人生去到一個交叉點 聽過一些成功人士 分享的故事之後 他自己也有一個啟發性 就說原來只要熬多兩天 或者熬多兩年 我們可以熬過黑暗的 就可以去到前面 但Fianne 你自己就簡直是 你現在全職做時間行程這件事 你就退休了你原本的工作 你都退休了幾年了 是不是 兩年半 對 有沒有後悔 你那個時候 這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就是你真的犧牲了 因為原本你一路做下去的話 你儲了工作經驗 可能現在你又升了幾級了 已經可能 你有沒有後悔過放棄了自己 那方面的事業 而投入慈善的事業裡面 我覺得工資一定跟以前做人行 是不能比得那麼厲害的 但是我覺得 因為每一天都過得很充實 我覺得那個時間 我以前在一個人行做事 可能因為我自己 不是那麼喜歡做人行 我以前是讀藝術的 所以其實是不太合理 所以對我來說 其實我知道是不太對的 我覺得上班 你可能人生七成時間 你不喜歡做一件事 其實我覺得那件事是很重要的 所以現在我覺得錢 還有那個 passion 時間 那個過得充不充實 還不開心 其實對我來說是平衡了 那我就覺得沒有後悔的 阿蘇儀是否更加充實呢 又可以上班 又可以做好充實 可能她沒有那麼討厭做銀行工 是 是 那Oscar我想就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上一集 一開始的時候 再說一下其實整個營運 我會問和她們 如果你沒有當初 你說一個很樂觀 很積極 我就找兩個年輕人去試 沒有這個態度 像許晶以前那樣的衰弱 一定不會有事業的起始 你沒有事業的起始 一定不會有所謂的 一個捐助者的套餐 剛才你問的問題 我覺得很關鍵 其實我也看過社會順利一點 第一 就是一定有人肯付出某些事 譬如說 不僅說收入那麼簡單 而是譬如我整個晉升的機會 還有香港人很多人會怕 所謂的不穩定 那個不穩定 因為我投入一件事 某個程度上 我燃燒了幾年的青春 其實不是那幾年 我之後怎麼辦 有時候都不是錢 而是我要向我自己交代 我做了幾年的事 我都交代不了 但其實剛才有個關鍵 就是開始有人去捐助 我覺得是的 社會就是有人出錢 有人出力 好像我們這個時間掌握 有人出時間 你才能做到我們想做的事 但是接下來會不會呢 譬如我們提到 有一個套餐很支持你們 會不會在未來你們的活動中 會發覺 其實我們找更多社會的資助 或者讓更多人知道這件事 和你們進一步發展有沒有關係 還是你覺得其實你們原先的模式 其實不是太建基於資金上面 就是不同很多優雅 是會很需要很多資金的 那會不會是 接下來的方向會是怎樣的 不是需要很多資金 還是都需要資金 但是所以我們其實現在 就越來越向同一些 社會協助 或者剛剛我們有一個五年代 我們就在香港交易 其實就有一間公司 就贊助了我們整個 商業活動 其實這些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資金的活動 其實我們就希望 可以和多些機構去合作 看看有沒有我們 有什麼可以帶給他們 當作一個贊助 Beyonne呢 是的 不是其實我覺得是需要 就是整村人 就是我們食物有人捐 場地有人捐 錢一定要有人捐 因為其實沒有錢 其實什麼都做不到 明白 其實所以是 很多方面都可以合作 也是那句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而我們這個機構 希望你多出一些時間 上一集我們就講到 是吧 早前很多地方 很多媒體 包括國際媒體 都很關注的 沖繩那霸的首里城的大火 是吧 其實他對於 當地那個文化的重大損失 固之人其之一 但是另外一方面 對於是吧 就是全世界都有 是吧 就是所謂練習空手道的朋友 來講 那個也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是的 事後警方回看首里城的CCTV之後 就沒有發現有任何的可疑人士出現 所以已經排除人為縱火的可能 警方和消防都一致認為 是消防設備不足所致 是的 這件事我們香港人聽下去 有些匪夷所思 第一 日本是這麼先進的國家 第二 就是日本那個木構建築 不只是在這些大殿 或者是所謂的寺廟 一般的民間都會有很多的 怎麼會出現一個 純粹因為疏忽而造成這麼大的文化 和社會的損失呢 那事實上 日本的警方 他們的消防的單位 已經把調查的方向 定為什麼呢 一個電器的短路 你說到這個位置 真的令人有一點點軟識 一個短剪 這麼簡單 那相關的單位 就承認是起火的正電 那就是在室外 有這個灑水系統 灑水設備 而室內 是沒有任何的灑水消防設施的 是的 因為根據日本的消防法規 十層以下的建築物 就不一定要安裝這個 自動灑水系統的 不過也都可以因為安全的考慮 自己考慮安裝 加不加裝這個灑水系統的 是的 這件事都可以自主 聽上去 就令人有些不太好去理解 事實上 另外一個 都很多香港市民 會去旅遊的 歐洲其中一個浪漫之都 是巴黎 巴黎之前的這個聖務院 基本上就真的燒通頂 令人很痛心 尤其我們做建築行業的朋友 日本政府下令調查 有四千多處重要的文化建築物 它的消防設備 當時都可以說 已經有一定的反應 不過問卷的調查顯示 有七成多的屋外 是有滅火的設備 但是室內有相關設備的 根據這個調查 只有一成七 很不幸 也有可能是因為這樣 那麼首領城就被焚毀 是 日本政府之後都建議 一些重要的國保 或者是一些特別的文化建築 都應該加裝這個灑水系統 避免重演聖務院的慘劇 但非常之不考的是 什麼呢 就是說 並未被列入這個 指定的文化財的這個首領城 是吧 在當時看下去 其實沒有一個很迫切的需要 就是這樣 真的是神差鬼怨 這樣 就沒有這個灑水的設施 最終這個決定 也都導致了眼前的慘劇 室內普遍不安裝這個自動灑水系統 因為怕影響了外觀 花灑頭 可能本來是一個很有歷史味道的感覺 就加了頭 就令到整件事破壞了 另外也是擔心 怕錯誤觸動了灑水系統 都會傷害到一些木造建築 沒錯 Maggie 我們去做相關的安排 一個建築的設計 或者是保育的時候 其實經常是要作這些權衡取捨 所謂兩害取其輕 但是若果文物被不慎 觸動了灑水系統 整濕了 都有可能是有些補救的 它受到的損害 可能都是所謂可控的 可惜這次的火災 就造成近四百件的文物 就被徹底地去銷毀 想補救也補救不來 其實可不可以說是因小失大呢 都可以這樣說的 另外一樣東西 原來沖繩獨有的油漆技術 都是令到火災迅速蔓延的原因之一 首理城的正殿 它的特徵就是它深紅色的外牆 原來這種顏色 由紅色的漆油加銅油混合而成 明白 雖然日本木製的建築 就是舉過街市的 而且一般它跟我們中國的 木製建築一樣 因為防腐各方面防潮 都是會上漆的 上一般的油漆 但是只有琉球 就是今天沖繩這個地方 會在油漆裡面 加入一個銅油 而推斷這些銅油 就是導致火勢失控的一個原因 是 專家說這種加了銅油的油漆 會令到水很難穿透的木材 令到火勢很難撲釋 加上現場火災的時候 溫度很高 一些遠離火種的木材 也可能因為溫度太高 而自然起火 這次火災 外界估計 至少要三十年 足足三十年 才能完成總體重建 同時也要面對很多工程難題 例如工匠的人手 就是其中一個大的挑戰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原來首理城 1992年 他去復修進工的時候 在這個縣內沖繩縣裡面 還有五十名 五十名就是專門做這些 屋瓦工匠 但是隨著他們的年紀 開始老賣 或者接手的人越來越少 就是願意從事相關行業的 年輕人入行變得越來越困難 據信現在剩下的相關工匠 只不過有當時的一半那麼少 大火重創最重要就是籌款 當時籌款本來想在152天之內 籌到一億的日元 不過最後各個地方的人 都是積極籌款 最後三天就成功籌到目標金額 那很厲害 據信參與這個募捐的人數 是多達有六千人的 就像Maggie所說 短短數日之內 已經到達一億日元的 這個募捐的目標 當時有個報道指 都挺值得我們去注意的 就說原來捐款裡面 有七成是來自於我們香港 和台灣的 比起日本 他們當地 國內的捐款還要多 可能都是有關 這個日台關係友好的緣故 台灣人才會這麼熱心捐助日本 說回首里城和台灣的淵源 原來首里城的政殿裡面的 糧柱的木材 大部分都是來自台灣的繪木 沒錯 如果我們有去過台灣 那個中央山隻 無論我們在北邊宜蘭 那邊也有個叫太平山 我以前過年台灣 叫做跨年 跨年的時候 我會去到那裡 那裡是有很漂亮的參天巨木 而這些繪木 由中央山脈的南端 北端很多地方都會有 成為殖民時代 日本很重視台灣的一種戰略資源 不說大家不知道 這些繪木除了做大殿之外 你知道日本人和中國的北方人很相似 他們很重視洗澡 他們的操堂裡面 原來我們看上去的木 最漂亮的木 其實就是這種繪木 很大部分就是來自台灣 我們先說回首里城 首里城的宮殿 其實已經重建過很多次 正如之前我們也提過 過去的琉球王國的時候 主要就是由今天日本的六兒島 即是薩摩凡 提供很大量的木材 後來日本政府吞併了琉球之後 首里城的重建 主要就是由現代的神社佛子 他們的工匠所負責 而這些工匠其實缺乏了什麼呢 就是去維修 大規模維修琉球 它這麼特色的建築經驗之外 遇到最大的困難 就是剛才所提到的這些木材的取得 沒錯 首里城的正殿結構糧柱 直徑必須很長 而且它的高度要長過八米 這種木材幾乎在日本找不到 不過在台灣的繪木就有了 台灣的繪木比日本的繪木 年齡更加長 所以也是更加巨大的 加上台灣的繪木 在建築方面 即是修補佛子 或者在神社方面 也有很好的口碑 所以當時的日本工匠 都紛紛來到台灣去採舊繪木 沒錯 有時候我們上台灣的中央三 或者阿里山不同的地方 我們都會稱為那些 做一個神木 原來沖繩和台灣的歷史上 是有很緊密的關係 不僅如此 只是在一個名字上面 其實淵源也很深 沖繩以前就叫琉球王國 即是叫做大琉球 台灣也有個地方叫琉球雨 島嶼的雨 我們一般就叫做小琉球 除此之外 沖繩和台灣在地理上 也有直接的關係 他們的直線距離 只是110公里 加上由伊美群島 開始的琉球湖 如果換換畫一個湖道出來 它的尾端就正正在台灣 沒錯 Maggie 在中國和日本的革命戰爭 清朝結束之後 中國就將台灣割讓給日本 琉球和台灣 就同時成為日本帝國的一部分 在帝國之內 台灣和琉球的人 暢通無阻 當然是不需要簽證 琉球人去到台灣 台灣人去到琉球 完全沒有一個障礙 是的 一日至初期 沖繩人在台灣 只有四五百人左右 即是去到1910年左右 就去到五千人 去到1935年 更加有過萬個沖繩人在台灣 沒錯 Maggie 譬如在基隆 和和平島這個地方 稱為甚麼呢 很地道的 叫做琉球仔堡 意思是琉球人 他們聚居的一個地方 有不少生活困苦的琉球人 或者叫沖繩人 他們都會去到台灣做幫傭 即我們香港人所說的工人 是的 不過當時沖繩人在台灣的生活 都挺慘的 因為當時 無論是日本人 還是台灣人 都會歧視沖繩人 沖繩人在台灣之後 為了找工作做 不惜改活籍和改名 是的 到了二戰之後 中華民國收回台灣 但也遭到台灣人的反對 所謂二二八事變 而在過程中 都有不少的沖繩人 或者琉球人 被無辜的殺害 甚至被捕 直到今天為止 仍然有不少人下落不明 當時很多的沖繩人 無辜被殺害 當時槍殺的地點 就是今天的旅遊熱點 即是和平島海水泳池附近 之後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社寮島改名為和平島 而今天的和平島 就是因為這件事而改名的